新百姓的人口是越來越多 可是不曾只有一個會法庭 和便宜館是不太夠行為 所以新百姓政府也為九十千年代 開始幾位賓總局局 第四是選擇三個 但是當地民眾是真反對 今天早起就有上千人 在新百姓政府門口看他 現在是政府頭前表達空虛 這隻家庭也差不多小孩來參加 他說當初是在三個買房子 是因為政府說要把這裡搭造 變作公共無法審 但現在想要去便宜館 當地民眾反對的理由這一日 也包括這裡現在人真正 已經分到不適合 當初之所以選擇台北大學特區那邊 就是因為那邊的好山好水 結果我們搬去之後兩年 發現現在要不要去蓋空氣汙染 很嚴重的火葬特區 我們當然一定要站出來 現在台北大學特區 人家很長的去到這裡沒空 他就要去 如果要去 要去找那個 比較偏偏的地方 這裡才對 不是去到這裡 歡迎三個民眾特區行動人民 也只控新百姓政府 做起來不透明 不過民眾參加上 就找唱上準備要簽約 不過新百姓政府會員 一定會在大多數民眾 都動於這家才會去 持續的來跟民眾做溝通 因此 新北市未來的殯葬的設施 要在地方大多數人認同的條件之下 才會存在 新百姓政府也共調 公共政策一定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 目前三個只是考慮的地點 事業 雖然是這樣 當地基民也要是搶車 一定會堅持反對到地 更高興階況 根本不是八十八度 武藏 武藏 也是警察 在除了 比 還要是 武藏 武藏